11月29日下午 菲律宾总统Duterte出席了戒毒中心切碑仪式 并发表主持演讲 卫生部长称 本国70万名吸毒者中 最需要注意和治疗的 将到中心接受戒毒 据卫生部运算法所记录的78万名投案者中 约只有1%需要住院治疗或7800人 该戒毒中心是由中国企业家王儒伦 宣建他于今年7月 在与Duterte总统的会谈中 决定出资14亿菲律宾批所 宣建两所大型戒毒中心 共计10万平米 此次落成的戒毒中心是第一所 他于今年8月底动工修建 为确保快速安置戒毒人员 大部分建师以活动板房为主 黄儒伦在上世纪80年代移民菲律宾 后回中国投资发展 是世纪金元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他热心公益事业 25年来共圈资人民币近60亿元 这个美丽岛国必将重新养黄起航 坚强硬立在世界敏植之灵 归宗两国的友谊 必将得到全面昇华 老不可破 我并不允许我的国家 不允许在绝对绝对国家 甚至绝对国家 最绝对最绝对疫苗 最绝对最绝对疫苗 最绝对疫苗 这将会成为今天预定的预定 多谢您的 检菜已是当天 由本台主持人庄玲玲 担任黄如伦先生的现场翻译 此戒毒中心位于 Nueva Esiha省 Maksaysai堡内 共分为四个区域 建筑面积六万平方米 这个戒毒中心共有一万个床位 同时配备可供一千名 管理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场所 在中心开业当天 来自Bambanga、Darlac、Bangasinan 和Nueva Esiha的痴迷 严重吸毒者驻入中心 卫生部与十月护用的 八百名工作人员 将为他们治疗 中心理人员